大腿根湿清肝 胃胀胃痛疏肝 半夜醒泄肝 一盒药让你干好摆病消 大腿根湿清肝 中医认为大腿根这个地方归属于肝经 而肝油煮疏泄调节水液代谢 如果说肝煮疏泄出现问题导致水湿内盛 愈而化热 湿热之气困扰肝经时 那大腿根这个地方就会经常出汗潮湿 并且肝经群形的地方 像是身体两侧 头部两侧以及颠底也会出现问题 所以你除了大腿根湿 还伴随着殿形的头晕耳鸣 胸鞋胀痛发热 以及口干口苦 情绪暴躁易怒等问题 这些都是肝经湿热的表现 条理的清湿热为主 可以参考龙胆泄肝丸 胃胀胃痛疏肝气 每个人应该都有生气后 气得胃疼吃不下饭的情况 这其实就是因为肝瘀后 横饭脾胃 影响到脾胃消化了 所以稍微吃点东西就开始胃胀胃痛 感觉胃里有股气 串来串去 开始频繁打嗝爱气 因此那些生活压力比较大 感觉啥事都不顺心 操心的事比较多 总是控制不住想发脾气的人 容易犯脾胃病 这时候条理就在疏肝理气为主 可以根据自身情况 参考中程药柴湖疏肝丸 或者是逍遥丸 半夜醒泻肝火 很多粉丝说自己总是半夜 一点到两点或者两三点就醒了 并且醒来之后感觉口干口苦 想要喝水 但喝水也不解渴 另外脑袋隐隐发胀 做痛 甚至有的人醒了之后 也再也睡不着了 然后心里就开始烦躁 好像有股火在心里断窜 这种就是肝火太旺了 熏绕心神 心神不安 所以人就睡不着 另外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段 就是肝精巡行的时间 所以肝火一烧 那你这个点就别想睡好觉 因此这种情况的人 你想调理半夜醒的问题 就要去泄肝火 可以参考泄肝安神玩 那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了 如果身体不适 请及时线下 到专业医疗机构就诊 我们下期再见